大家好 我是华为数字能源全球营销副总裁杨有贵 非常高兴在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现场 与各位相约首期总裁探世界 从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巴塞罗纳通信展 至今已经过去了18年 过去我主要关注ICT技术在运营商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自从2021年华为创立数字能源公司 我担任全球营销副总裁以后 我参加巴塞罗纳通信展 主要是关注如何充分利用华为数字能源的低碳技术 产品和解决方案 帮助运营商达成双摊的转型成功 今年巴塞罗纳世界通信展的主题是Future First 我们华为数字能源也展示了全套的端到端的 帮助运营商低碳转型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以及产品 在W酒店我们也有峰会展示这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现在我正在巴塞罗纳的W酒店 这里正在举行华为数字能源 如何助力运营商低碳转型的峰会 在这个峰会上我们主要谈到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运营商现在的低碳时代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低碳排放的挑战 根据ITU1470低碳排放目标要求 运营商在20300之前固定网络 移动网络数据中心减碳要超过62% 45% 53% 第二个挑战是运营商现在每个站点电费花费很大 5G时代比4G耗电量要大一些 另外现在全球普遍缺电 很多国家电费增长超过100% 第三个挑战就是运营商的收入增长 不如流量的增长 根据有关权位机构的预测 从2023年到2030年 全球运营商收入符合增长率只有1.4% 这三个挑战是运营商在低碳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讲解运营商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华为数字能源的建议是 在能源的消耗上 运营商要由过去的能源的消费者变成能源的消费者 生产者和使能者 这样运营商就能不仅仅降低对能源的消耗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还可以增加收入 选择未来业务增长的第二曲线 首先运营商作为能源的消费者 应该更多的使用节能技术 降低对能源的消耗和降低碳排放 比如说在罗马尼亚一个5000瓦的站点 耗电量每年高达4万度 电费6000美元 用华为最新的集能方案 可以对站点能源进行改造 将原来的房子改成柜子 甚至将柜子改成干 这样的就要整个站点的能源的效率 就可以从原来的60%提升到现在的97% 每年可以降低电费3000美元 也可以减少碳排8吨 运营商还可以成为能源的生产者 我们知道运营商有大量的站点和园区 他们可以铺上光伏 这样的运营商就能消耗绿电 降低碳排增加收入 在南非非常缺电 如果我们在某个站点上 入上6.5千瓦的光伏 每年发电可以达到11000度电 这样的句话可以降低碳排6吨 同时由于解决了缺电的问题 站点的利用率可以由原来的79.5% 提升到现在的95% 可以为原营商提升30%的用户流量 这就是收入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深圳 政府鼓励原营商加站点的储能 改造成虚拟电厂的一部分 这样站点的储能不仅仅可以为5G供电 同时也可以参加深圳电网的调风调频 每年可以为原营商带来1000美元的收入贡献 每个站点 最后原营商还可以成为能源的使能者 通过数字技术管理电力电子技术 助力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增加收入 我今天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传统能源 比如在山西 原营商通过改煤矿提供5G人工智能和源的技术 可以提供远程自动挖煤 支持无人驾驶 这样极大的降低了挖煤的成本 降低了镀定成本 第二个原因上如何用数字技术 助力新能源 我们知道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 受天气影响很大 有时候就造成供需的不平衡 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四川通过部署盆古大模型 对天气进行预测 可以对新能源供电的供需的准确率提升超过25%以上 那这样不仅仅使供电更安全 也为月营商提供了新的收入增长的机会 峰会的第三个方面我们提到 华为作为月营商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过去30多年 我们给月营商提供的数字技术 包括5G人工智能和语言 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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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我很荣幸跟大家一起在巴塞罗那 开启我们《总裁探世界》第一期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节目 我想说当所有人都在预测未来的时候 我们正在创造未来